可能在庭門上班也要給你一些房屋津貼 然後才可以在庭門上班,坦白說也挺辛苦 現在不僅是任務,但是很多年前也有朋友跟我說 尤其是住港島,好像雷重那樣 他們說我沒有進過庭門,輕鐵是危險的 我說很危險的,要拿回鄉證才能回去 最慘的是我都住了庭門一段時間 青春期要認識女生 如果有些女士或者怎樣的,就住在陳泥灣 這些機會都不是我了,就算多漂亮也沒什麼用 不知道怎麼踩彎,回到屯門 那時候還沒有篩鐵 你知道屯門公路的失車機會率是很高的 我來教,真的教不了 再說一些散打,然後給K.O.也說一說國際政治 雖然華家納事件都發酵了幾天 因為上個星期四 我就不斷地看回Titanic的潛水器 經常看究竟能夠不夠那五個人 那個叫Titan,Titan的潛水器 我說得清楚一點,我當然知道那個名字叫Titan 但是因為他看Titanic的潛水器 很不幸地 一早已經離開了機會很高 所以之前說的每半個小時有些信號出來 就應該不是這五個人去做出來 是應該是其他的信號發出來 所以都很不開心 這五位人士就過世了 星期六日就看回一些新聞 哇,真棒啊,華家納攻打俄羅斯首輔 莫斯科,很開心 要不要再給K.O.說 我先說了AI 因為這兩三天 就是Wall Street Journal有傳出來 但是在美國的當局 就未承認有這樣的措施 每個星期二都是講不同的AI的發展 大家都知道AI要做三樣 AI的話有三個先決條件都很重要 第一個就要有一個模特兒 模特兒就好像有一個GPT的模特兒 如果東亞某強國是要做類似GPT的東西 不難的 因為這些GPT的模特兒其實都是 我們叫做Large Land Grade的模特兒 其實都是LLM 其實都是已經一套邏輯或者研究研究研究 從80年代開始做到現在 我覺得不困難去做一個LLM模特兒 不難的 其實是很多研究研究研究可以看 可以參考等等 所以在模特兒方面我覺得是OK的 第二個先決條件就是要有這些晶片 如果沒有這些AI芯片的話 很難是一個很快的運算 因為AI是說海量的數據 如果沒有一些GPT或這些AI晶片的話 很難做到一個能力的AI系統 所以美國當局制裁了東亞某強國 就不可以用這些晶片 第三就是那個公司或者機構 都需要有海量的數據 因為要配置給這個模特兒 再有這麼好的晶片做運算的話 才會出得到好像我們用 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措施 如果沒有海量的數據 或者這些數據出現問題的話 那這個GPT也會做得不好 其實出了這個新聞 我覺得有一點驚訝 一會兒我會說 有什麼驚訝 一開始其實AI 美國當局其實都當了這件事 一個武器 已經是不讓中國大陸去做 一開始就是 其實CheckGPT已經是在中國大陸 不能用 香港除非都用VPN 如果用VPN的話 暫時還是可以用 但是似乎都會 淹了那幾間 最大的幾間 在網上買廣告的VPN 其實那些IP是很容易認 就算我這個 我舉例 我在英國 我想買馬 大家都知道 香港馬會 一定要是 確定你的人 在香港那裡 你才可以用那個APP 買馬或者買六合彩 就算我用一些很普通的VPN 去鎖入賽馬會的APP的話 你都登入不到 他都知道你其實不是在香港 就算你選了一個VPN 是在香港的話 他都會知道 所以其實CheckGPT 有多想執行 或者美國當局會不會是迫 CheckGPT 或者一些提供 類似CheckGPT的服務商 嚴格地 令到這些VPN 都不能用的話 那香港真真正正 就未必用得到 這個就是第一關 第二關 其實一些比較高階的晶片 上年我也有說過 就是 拜登老謀心算 就是做了一個 國後式的半導體法案 當中AI晶片 或者一些高階的晶片 其實都是在 不可以輸出給中國大陸 那時候低端 都算是可以做 所以NVIDIA 中文名就是輝達 就是要拿到一個去可證 才可以賣A-100和H-100 這個頂級的晶片給他 最後都是不給了 不可以賣了 所以其實NVIDIA 在3月的話 其實已經做了一個客制化 將它倒閉了 就是本身A-100和H-100 比較高級的晶片 特地做一個版本 是可以符合到美國的法規 就賣給中國大陸 不知道K.O.有沒有去 譬如華強北 就說 應該很多人都搶這張A-800的晶片 好像說 都可以賣到的 但是你要海量 因為如果建立一個 搜尋GPT這樣的功能 的Data Server 可能要一萬多二萬顆 這些A-100的晶片才可以 A-800可能需要更多 所以幾顆還可以賣到 但是買一萬多二萬 這樣的話 就相當比較難 所以5月份 其實降格了 低下降低了 的A-800的晶片 其實在阿里巴巴、百度、騰訊 都是買的 都是在中國大陸 是買得到的 那傳到去 應該是 雷總有訂閱的 Walsh Journal 兩三日前 就說 已經傳在美國當局 就應該連這些A-800的晶片 都不給NVIDIA 或者美國一些廠商 就不可以供應給中國大陸 所以 Jensen Huang 當然就說 不行 會令到美國科技 就會受影響 當然 他做生意 當然想做多些生意 但是 情況就這樣 所以 其實 不可以用CHETGP 已經猜到 不可以用高階的晶片 都猜到 再厲害的制裁 當然連一些低級的反本 都不可以用 我也猜到 第一招還是更絕 我也猜不到 就是 其實就傳 就是Walsh Journal 裡面有傳 我看到FTE裡面 都沒有掌握 就是說 其實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繞過 不需要買這些晶片 都可以用到這些 AI的Data Server 就是 如果你訂閱 在美國一些Cloud的服務 因為很多美國公司 其實都會出租一些 雲端的服務 給中國AI公司 或者香港AI公司 他說 連這些 租雲端服務的公司 如果你用這些 AI晶片 你都不可以租給中國大陸 那真是很壞 因為 不可以輸出一個 硬兜兜一個 硬件的晶片 你都叫我管得到 但是 就是連這些公司 美國公司 去提供那些 有AI Data Server的 雲端服務 都不可以給中國大陸 的話 就真的幾一刀切 是完全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接觸到這些 有AI功能的Data Server 所以這個真是 對於 中國大陸方面 如果要發展AI的話 那個難度也是 增加了很多 所以 NVIDIA就跌了50% 但是 我覺得 當然 度高一尺 沒有那個像 或者還有不同的方法 可以做得到 或者其實 本身的需求 其實都是 可以遮蓋到 這個損失 但是 對於 中國 如果雲端的伺服器 不是將伺服器 放在美國 它又怎麼禁止呢 其實 在歐洲 或者其他國家 設一個伺服器 是用這些晶片 它能不能禁止呢 理論上 現在已經是 嚴格做很多 就算沒有這些制裁 有些像 開銀行戶口 它要你做一個 Dual Diligence 或者一個KYC 提供這些 Cloud Service 如果你是租得多 例如 可能是我的貿易 想租一個很少的份量 它可能還是給你 放給你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租成 就是 千多個GB 或者甚至TB 一個這麼大的客戶 它就一定要問你 這間公司 你的擁有人是誰 是不是中國大陸人 你這間公司 是不是大陸公司 你如果有 British Citizen的話 你的關係 會不會是 跟中國大陸有些關係 你要表明清楚 它才肯提供這個Service 所以那個 控制已經是幾嚴格 如果大家還是覺得 沒事的 我不受影響的 OK的 我真的每個星期 我都會看到這些新聞 我剛才 大家也跟雷總說 就是每個星期 都是有不同的制裁 然後每個星期 都是不同的影響 其實都是De-Risk 的情況 都是幾嚴重的 儘管看看 還有一些小的新聞 香港出口 跌36.7% 都幾誇張 我都很少看到這個數字 當然香港的股市 都不會受出口的影響太大 但是近70年一個最大的單月跌幅 其實數字都幾誇張 看到這幅圖 之前叫做疫情之後 有個反彈 升了44% 到現在跌成36.7% 然後 情況 如果你做貿易 進出口的話 相信你公司都會比較辛苦 那 最後 我都說一說樓市 我都跟雷總說 就是我盡量都不說 一些方向報 經常都說 某個 這個太古城的職王 然後跌了25% 我都不是說一些單一的事件 而是 不是個別樓盤 因為每個時候 很多時候買家賣家 或者都有不同的情況 價格可能高些或者低些 其實不是很奇怪 但是明明鴨利州 這個地方其實都 不錯過的位置 是看了整個 我們南部的一個 沿海的地方都看得到 那 那突然 賣賣一下 就是25貨之後 就突然 不再銷售 那 還有本身都想捉過銷程 就是說佣金已經去到高達15% 我都很少見到15%佣 因為 你一層落1000萬 你要給150萬佣 150萬佣 佣 都挺誇張的 都挺激烈的 所以 喂 這麼漂亮的職 看得這麼好的海景 為什麼賣不出價 為什麼會突然 停了不銷售 那 再積極看看情況如何 附近都有不同的豪宅 如果那些都買不到 就比較麻煩 那 還有一個新聞 我也是說回 在英國方面 之前 雷總都是作為HSBC的股東 有些新的發展 其實本身的大樓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做了十幾年新聞 至少有三至四次 不斷買賣賣去自己的金絲鳥馬頭 那個建築 每次都賺的 等於整個做貨 你接去貨的 多數都是很糟糕的 哈哈 你和HSBC對賭 開了一棟大廈 你也多數輸錢的機會比較高 但是 這次他就不是交易那棟大廈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否是HSBC 開了金絲鳥馬頭的建築 但是 現在反而 看到Canary Wharf 如果大家住在英國就知道 其實就是比較 倫敦的東部 上次我和K.O. 見面的時候 就是 Central 倫敦的地方 傳統金融街 就在那個地方附近多些 City of London 就是一個傳統的地方 HSBC 就不再 就是 作為自己 Global Headquarters 就不再 在Canary Wharf 反而就搬去 Central 倫敦 就是我剛才說 City of London 這個地方 那 真的比較特別 因為我看到 很多數字 就是 初時想著 其實 Market Factor 是一個產物 希望 Canary Wharf 作為一個 新的金融區 但我看到這些數字 就開始不斷地 所謂叫做 Canary Wharf 是一個金融區的 租金率 少了一些金融公司 在Canary Wharf 去作為自己的總部 開始搬出了 就是Canary Wharf 那 我沒有看過數字 我相信 City of London 就是Central London 應該那個赤價 應該都是貴過 Canary Wharf 的機會比較高 但是會不會是 就是Commercial Market 就是Commercial Properties 那個Market 是好像有點回暖 所以就 搬去City of London 是會方便少少呢 或者這樣 這個都要 太太的情況 還有就是 看到不斷都有一些計劃 就把一些商客 就改變成 住宅比較少些 可能就是 職位很難 就是變動得到 但是 變酒店 或者其他不同的 一些 cultural 一些 conference的地方 可能就似乎是比較多些 所以就是 再看看一些 commercial Buildings的發展 那 長遠來說 全球來說 我覺得commercial Buildings 都是比較窄細一些 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 有過大的升幅 那 好了 K.O.雖然 就是 華加勒事件 就是 廚房佬 初時就見到 他以為 是威是小 攻打了 這個 莫斯科的南部地方 初時就以為他真的會 攻進去 莫斯科 雖然雷總會說我不理性 但是 感性 感情上 真的想他們 鬼打鬼 可以自相殘殺一下 可以幫一下烏克蘭 可以 攻打回自己本身的國土 因為始終都支持烏克蘭 希望 他的國土 可以收復 所以 不要怪我不理性 但是 都是很想 很緊張的 什麼時候攻到去莫斯科 希望清君質 真的 堆壞了普京 雖然 其實現在看回 是不是堆壞了普京 是更好事 也未必 但是 事件其實現在都很清楚 原來 基本上是有個 真重的事件 普京樓下 就是 有自己的國家 一個國防部 也有一個 僱容兵的集團 究竟你是 爭壯 究竟是聽誰好 最後他都選了自己的國防部 這樣 也沒什麼辦法 但是 整件事件都發酵了 差不多一個星期 K.O.你覺得 第一 鵝烏戰爭的 戰事有什麼發展 還有 對於 普京是不是真的 他的權勢 或者在國內的民望 其實都是 開始有些危附的情況 你覺得 今次鵝烏戰爭事件 對於 俄羅斯 還有對於普京 還有對於 俄羅戰爭的影響 又去哪裡 其實 細節 我想 現在這件事 都很適合 就是 過去一個星期 我們 剛好 是星期四 就是 上個星期 星期三 星期四做節目 做完沒多久 接著 就發生了這件事 這件事 已經是星期六 但是現在看回頭 可能是 已經是說到 還有這件事 都發展得很快 星期五的時候 好像真的 我那天 都是 忘記是星期五還是星期六 看著 下午的時候 看到他說 剛剛 攻入了羅斯特 然後六個小時之後 已經說 上了去 差不多600公里 好像真的 直插莫斯科 那樣 想著 有人 發了圖 說 烏克蘭那邊的花生 是賣斷市 結果 想著有好氣體 結果就沒有了 現在整件事 其實 整件事 發展就是 就是 這個 就是 華格勒集團 那個手路 就去了 白俄羅斯 就是 叫做 拖住了一件事 但是 其實 無論如何 普京這件事 其實對他的影響 都是很大的 那 一般看回 多數評論都說 是 大大削弱了普京 最主要是他在國內的一個威信 其實 最關鍵的是 你 出來說 這是一個叛國的行為 以及會追究這個華格勒集團 但是 最後 你就放走了 那 跟著 也是 以一個收編 就是華格勒集團的 方式 來 去 去 完結了這件事 那當然 是不是真的放走了 首先 第一 它 會不會留在白俄羅斯 這也是一個 未知之數 因為 大家都知道白俄羅斯 基本上是 普京的一個 附庸國 你不要說是殖民地 很壞的說 就是附庸國 總統 基本上 本來應該是倒台 那時候白俄羅斯 也有很多人出來示威 但是因為俄羅斯派兵進去鎮壓了和平示威 所以 Lukashenko 就做到現在 所以 如果 你給我 我會不會安心留在白俄羅斯呢 白俄羅斯現在好像有幾萬個俄羅斯的士兵在那裡 所以 它是否真的沒有後果呢 還有它能不能夠留在白俄羅斯的這個未知之數 可能它會去回它之前 就是 活動的一些地方 包括是敘利亞 包括是非洲 可能白俄羅斯都是過一過境 然後最後它都是以一個出途的認識去避免這個後果 而再後續就看到現在好像沒有去很明顯地抵抗華加勒集團的軍人 那就開始有些後果 那就被普京追究責任 而俄羅斯這個國家 大家可以想像它是一個 就是 治理的方式就是胡羅伯與大鵬 要不就給你好處 要不就是用威權 現在這件事最大削弱的就是普京的威權 結果竟然是一個二萬五千人的軍隊 是可以幾乎操到莫斯科的 要不然它們自己停手 竟然是沒有能力去殺停它 那現在還有誰是怕普京的呢 而在俄羅斯這些地方 你只要有血的味道 就等於整海都是沙語 你有血的味道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比較可以預期的就是 俄羅斯在國內 普京要一個很大的整肅 去重建威信 這件事當然在現在還跟烏克蘭 尤其是烏克蘭還在反攻 在這個時間去整肅軍隊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但是這個風險對它來說 如果你不先整肅軍隊 很可能是一個殺身之禍的風險 你隨時 如果政變可以沒有後果的話 不排除是會有第二波的政變的 尤其是軍人 你看到你一動手就要做得很狠的 因為如果你動手 你不是動得盡的話 那些人當然是為了自保 不如我先動你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次可以再說多一點 好